跟我們一樣 宇晨慧願意一同開球 柯文哲差點打到勝機 還好再一次表現及格 我是HAPPO 好強 大概很差 這還要問班 不會啊 市場開球很好啊 因為主要因為其實蠻多 就是會有第一次吧 總是會有第一次的感覺 那有時候也是會怕 像我們第一次站上投手秀的時候 其實也會罵他害怕去砸到打擊者的 棒球場上怕被K到 戰陣上遭民意很K更慘 柯文哲的麻吉柯建民 專武遭勞團追打 今晚當時有多名警察防護 柯建民仍抱怨 警察再看戲 台北市警察局處理陳抗 這麼二三十年下來是很有經驗 但是那一種 有時候一不小心沒有把它隔開 就會出現這種局面 可是柯建民嫌那個警察在旁邊看戲 不會啦 民進黨從街頭起家 柯建民卻成為第一個被喊罷免的綠委 民意反撲 警報聲已經響起 執政一定會有 執政就會被檢驗嘛 所以這個每個執政者 都是一個考驗嘛 所以我也覺得還好正常 柯文哲心有七七焉 被公民力量推上權力高峰 執政後體會到民意如流水 政績令人不滿 其實支持者隨時都會變成 最強悍的反對者 這是陳漢全文台北報導